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部分针对大盘指数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做最新的一个说明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按照惯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当冲锁定的标的 就在昨天最行的网通股的部分 那昨天网通股这个利多建报 说这地方美国总统拜登要砸420亿美金 来建设这个基础建设之下 网通股昨天一片的大涨 那其中6470的宇治这档网通股 昨天股价还大涨锁住了涨停 但是观察主要的买盘 疑似又来自于我们所说的 短线喜欢做隔日冲的大户 那当今天早盘出量拉高 散户在追高抢劲的时候 又发现有大户疑似在拉高出货迹象 技术指标又有转弱讯号出来 因此我们建议会员配奥 一早6470的一个宇治 我们是建议大家 别人追高我们反市场操作 采取短空也就是先卖后买的一个走势 那只是今天的宇治 看到股价早盘一波冲高 然后下沙翻黑 那目标我们这地方75.5 也都有达正来到75.6的一个价位 只是今天可惜 宇治的部分 会员朋友并没有能够赚到钱 原因在哪里 因为投资朋友都知道 向荣老师每次出手 都会先预定设好停损 那像今天我们这地方发出的指令 一早建立会员朋友 9点半左右 短空6470的宇治 技术面转弱之下 定价是80.3到80.7之间 先做卖出 平均卖在80.5之后 停损定在81.5 目标则放在76.5 请勿以市价最高杀低 那后来卖单成交之后呢 结果这地方 又一波的一个拉高上去 最高成绩来到72.8 那碰到停损的时候 县荣老师都二话不说 请会员朋友 先在这地方市价 78.1.5附近 来做回补 遵守纪律 绝不熬单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这个地方 风险永远是我们操作的 第一的一个考量 遵守纪律宁可小赔拒绝让大赔发生 永远是我们操作最高的准则 那当然今天很多会员朋友会说 哎呀好可惜哦 县荣老师你不要那么老实 每次都是定好停损 碰到就叫我们出嘛 对不对 就再凹一下 你看再凹一下的结果 今天不要急着停损 接下来反手下杀 翻黑下去 最低杀到75.6 目标76.5 哇都有达正耶 如果空在80.5 等到76.5回补 今天大赚4块钱 5%的价差啊 干嘛急着来做回补呢 当然投资朋友 会有这样的心理 是难免的 但是我都再三强调 做股票做久 当然难免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像今天就是一个标准的 多空双杀盘 虽然股价翻手下杀 但是它偏偏先拉高 扫到空单停损 才杀下来 那做空的被扫停损 看到突破追高的 可能赔得更惨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的操作原则 就是只要这地方 这个先设好停损 我们每次出手 看错一%多就跑 不对马上就收回资金 也不要让大赔发生 因为在这市场上 我二十几年的资历 就是看过太多投资跑 为什么在股市当中 最后都赔了大钱 成为输家 就是看到很多人都这么做 看对有赚个一两档 两三天就跑 跑很快 看错却舍不得认赔 都想要凹单留仓 看看能不能等解套 变成赚钱 那如果成功解套一次 成功解套两次 到最后一定就会习惯凹单 但是凹到最后你会发现 有一两次凹不回来 就让你怎样 受伤惨重解不了套 到最后是重伤惨赔 甚至就此毕业 所以很多人做当冲事 常常看对两三千就跑 看错就凹单 凹到最后赔个几万几十万 甚至就此毕业 你看到这样做下去 可以吗 当然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都再三强调 做股票就像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 掉个芝麻很正常 重点是绝对不可以都只吃芝麻 却掉了一大个烧饼 所以再三强调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股市的高手 真正最后的赢家 那么就是这样 看对看错都有可能 看对有时候小赚 伺机大赚都没关系 看对看错呢 顶多小赔就要跑 绝对不可以让大赔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 严控风险 看错小赔 但不会有大赔 看对有时候小赚 伺机大赚 自然长期下来 就能够成为赢家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 我们这地方 雨智的部分 早盘卖在80.5 碰到停损81.5 二话不说就先做回补 赔个一块钱 1.2%左右 无伤大雅 很容易赚回来 对不对 看对的时候 像这个月我们操作 观光股5706的凤凰 前一天也是所思涨停 隔天散户追高 大户在出货的时候 我们先卖 卖在1.25左右 对不对 卖完之后反手下杀 1.21.5买回 最低到1.20.5 3块半价差 10张一天就加薪个3万5赚起来 一天这地方赚个3块半 是不是马上就赚回来了 不止既加那天是大户洗完盘 准备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短多先买 一早埋在226.5以下 等到吉拉大涨上去 232.5以上卖出 目标236也都有达正 至少6块多的10块 这个地方百万额度操作个5张 一天至少又有机会 加薪个3万以上了 再来看到上个礼拜做大同 也是发现前一天短线大户 唆思涨点 隔天敞户追高的时候 大户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那一天我们先买后买 一早卖在这地方47.7附近 杀下来46.5以下买回 目标45也有达正 至少1块2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22张 一天又加薪个2万6以上 又赚起来了 对不对 那甚至像前天我们操作旗油 又是发现短线大户洗完盘 准备再度进货了 5.2以下短多先做买进 一波吉拉大涨 最高到58 目标57.5顺利达正 获利如带 2块3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20张 那天很多人加薪个4万6 你看到就是这样子 看错赔个1%多 小赔就跑 看对有时候小赚 47大赚 仓气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操作方式之下 今年以来 你看到有赚一定有赔 现在半年的时间 累计报酬率在盈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有时候小赔 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之下 累计报酬率已经达到 超过五成以上半年的时间 就是假设你每一档 用100万左右 100万左右 一档一档操作下来 今年以来半年左右的时间 很多人已经帮自己加薪了 五十几万了 继续努力 用这地方严控风险 遵守纪律的操作方式 帮大家稳扎稳打的 这地方继续追逐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也再三提醒大家 现荣老师虽然不能保证大家 天天稳赚不赔 但是你看到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当冲股 当天进当天出 看错小赔就跑 绝对不凹单 这样才能够严格控制风险 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个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今天也是唯一一档 6470余制 第三个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 都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最终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推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继续的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你看到都是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如果说投资 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当从严控风险遵守纪律之下 追求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那么接下来都欢迎大家 这个地方跟好县荣老师的脚步 我们继续努力 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继续提醒大家 那大盘指数的一个部分 当然在这个地方 上个月在16000点以下 看到外资开始起指大买多单之后 研判大盘很有机会 在外资做多之下 接下来准备公式再起 当然这个月一开始也提醒 指数高点不用预设立场 但是时间上面注意 第一个6月13 6月14号 FED会召开立会 这次暂停升息几率相当高 立会之前股市提前反应利多 都还有持续上攻的机会 但得到利多实现 FED暂停升息 再涨个上去就要小心 会不会有短线的利多出进的现象 更要提防的是指数在接下来 等到端午节之后 如果外资的起指多单 开始怎样赚保走人 这个行情就有可能反手下杀 也在端午节之后 就要提防会有变盘往下的可能性 这是在6月初 这个月初就已经刚刚提醒过 指数这地方端午节前没有问题 都还有机会继续建高点 端午节之后提防变盘往下 当然现在大盘指数的部分 端午节之后这个礼拜四个交易日 先急杀两天 这两天又稍微反弹 那只是第一个大盘虽然反弹 比较要小心的是什么 还是这地方 这地注意这个所谓外资的动向 那我们提醒过 现在大盘如果说外资 还是偏多操作 指数这个好一点状况 就是维持高档增大 个股表现 但是万一外资开始翻空转卖 这就要小心 大盘可能在端午节开始 到中秋节这三个多月的时间 会有一个中期整理的走势 而目前来看 这两天发现到 外资除了股票 这个礼拜四个交易日 连卖四天之外 其实的多单 也从原本一万多口 就已经在减少了 现在更减到今天大卖五千口 剩下两千口 换句话说 目前来看 外资开始有这种 持续在减码多单的现象 目前如果这地方 照这种趋势下去 那么外资正式的翻空转卖 就要小心了 我们所说的中秋节 到端午节这段期间 会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进行中期整理 你说那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所以我会再三提醒 当然如果对做波段来讲 毕竟做波段最大的缺点就是 行情好的时候容易赚钱 行情不好 一旦进入中期整理 甚至大幅度下跌的话 怎么样 很难赚钱就算了 不小心就是满手套劳 所以做波段 你会看到必须要靠行情好 才能赚到钱 可是相对之下 你会了解我为什么跟大家强调 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强调做当冲 很多人觉得风险很大吗 其实我都说 如果你做股票 你喜欢过度扩大杠杆 或是看错就想熬单 不管做当冲 还是做波段 风险都很大 尤其波段碰到那种连续跳空中错 或是美股大跌 你可能停损 想要停损都来不及 相较之下我们当冲 可以用当天进出严控风险 用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来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方式 有攻击机会 我们当然也是短多先买 对不对 看到这地方攻击机会来临 既加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226.5以下买进 拉高232.5以上买出 6到10块价差 5张一天加薪3万 旗友前天才操作的 发现大户洗完盘要再度进货 55.2以下买进 拉高上去 57.5目标达证获利入带 2块3价差 20张一天加薪4万6 碰到整理盘凤凰短空先卖 卖完回补3块半价差 10张3万5入带 大同大户洗完盘 拉高出货 那一天47.7卖出 杀下来1块2价差 获利回补 又放进口袋 今天宇治 看这个地方被扫到停损 二话不说 小赔一块钱就跑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严格控制风险之下 看错小赔拒绝大赔 看对小赚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自然就能够追及 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今年上半年累计报酬率超过5成 继续努力之中 那如果投资方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也想利用稳扎稳打 严控风险 这地方有纪律的操作 当个快乐党充足 帮自己稳定的 做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都欢迎大家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几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分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几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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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刚才跟大家提到 大盘指数的部分 这礼拜下杀两天之后 这两天稍微做了一个反弹 目前大盘指数的部分 仍然在高档 维持一个来回震荡的走势 但是由于这几天 外资在指数的部位 持续的在调节多单 如果这地方外资正式的翻空 开始转卖 那就要小心 接下来从端午节到中秋节 可能就是三个月左右时间的中期整理 但是无论如何 针对你手上的股票 都要特别小心 就算指数高档震荡 你会发现到一些产业景气 还在持续向上 向下库存调整 景气寒冬 还没有结束的产业跟公司 包括我所说的自行车 手机 航运 二三线半导体 为什么都再三提醒大家 反弹要找卖点 否则的话 就算指数涨上去 你看到多少人这一波 今年爆了航运股 结果你看到万海 年初这地方八十几块 还很多人在加码摊平 结果现在指数 还在1万7千点高点附近 股价已经又从八十几 跌到五字头的价位 是不是就像我所说的 指数涨 你赚指数赔价差 你一直抱着一些弱势股 还加码摊平 真的就有可能越摊越平 不止 包括我说二三线半导体的 一个这地方 例如粒基电 结果指数涨了这地方 三千点了 股价多少人这一路加码摊平 摊到现在 还是一样越摊越平 所以都再三提醒 手上你要去检视你的股票 那种景气向下 景气寒冬还没有结束 空头还没有结束的 记得趁早反弹要找卖点 免得指数涨没赚钱就算了 指数一跌下沙破底 又受伤更重了 那当然针对一些热门题材 涨多的股票 现在当然看起来 涨势好像还有机会 但是随时什么时候反转 又很难说 一旦变盘往下 可能股价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这种股票要把握赚钱机会 但是风险意识也不能少 所以最好就是跟着我们采取 我所说的短进短出 快打当冲作战 而且要采取反市场操作 适时的反市场操作 更有赚钱机会 那如果说你想要掌握 波段的获利 你要趁着大盘说 拉回中期整理的时候 来做布局 那你就要去找 未来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什么股票 在未来有实力去创新高 永远就是一个原则 产业趋势在决定股价方向 你要去找产业趋势向上 而且真正有竞争力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公司 这样当业绩持续成长 推动股价在未来创新高上去 而你能够趁着拉回 使低档来做布局 未来创新高 不就能够去掌握到波段利润吗 就像我们之前 看好电动车 新能源车产业 锁定了2308台达电 发现到它的电动车充电桩 电能转换系统 动力系统都已经业绩进入到起飞期 营收创新高启动成长动能之下 法人也在卡位 当时股价不是说创新高再看好 拉回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货源票 买进波段持有在242元以下的一个价位 长期看好 对不对 后来大盘你说又继续的下跌 它就慢慢的增高底部 等到大盘反弹上来了 它股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这时候不用去追啦 对不对 我们已经在低档布好局 趁着大盘拉回整理来做布局这种 未来有创新高实力的股票 等到创新高上去 自然就是一个波段的获利 那不止台达电这样 当时我们在年初看好强韧电网计划 发现到1514的压力 也是在这地方包括了电网设备 不断电设备 储能系统 电动车充电桩 都已经开始在地方大幅度的 开始进入到业绩成长期 订单满手之下 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法人也在进场卡位之下 我们也建立会员配奥 这波段会员买进波段持有 买在33.5以下的 现在涨到6次投价位 你可以看到 不就是又一个掌握到创新高的机会 而且低档卡好位 自然就是一个掌握波段获利了 所以想要掌握波段获利的 记得你要去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并且在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低档卡好位 现在我们仍然持续锁定在 未来20倍速成长 最有爆发力的储能设备 因为当现在台湾要发展先进半导体 要发展电动车 最大的瓶颈都需要用电 对不对 可是你说发展核能 有这个核飞料的问题 发展火力发电有空物的问题 所以绿色能源 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仍然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太阳能也好 风力发电也好 都因为气候因素 会有发电量不稳定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里面才会造成了 这个除能系统的部分 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 简单的说 要把白天太阳能发的电 存起来晚上再用 发电多的时候 这个电存起来 缺电的时候再用 这样子才能够未来 跟着绿色能源来做搭配 而根据研究这个估计 从2020到2030这10年间 全球储能装置的容量 将呈现从17GW 到358GW的20倍速成长 市场产值更上看7.3兆 这里面包括电池材料 包括机柜 包括储能柜 包括储能系统 有爆发力的产业 里面我们就知道 有竞争力业绩真的有成长动能的公司 并且趁着大盘拉回 逢低来做布局 等到未来创新高上去 这就是一个获利的机会了 所以如果说想掌握像台达电 压力这样创新高的股票 记得这地方要锁定 有爆发力的产业 当然对小资组而言 尤其针对这地方大盘万一真的回答 担心这个风险的投资朋友 那么跟着我们采取我所说的 快打当冲作战 依旧是你最好选择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再强调一次 每天会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爆一堆股票叫你去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金杀出几十趟 更不会爆了一堆股票 只拿赚钱的出来讲 赔钱都不说 我每一笔都城市报告 清楚地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地提供进场价 而且都预设好停损 预设玻璃目标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提醒你 没到假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当天进都会当天带出 像今天6470的宇治 发现短线大户在那里拉高 准备出货转弱讯号 我们先卖后买 那只是比较可惜 今天是先拉高上去 扫到停损才反手下杀 那无论如何我们碰到停损 就是遵守几率 宁可小赔不让大赔发生 这是我们操作的最高准则 今天小赔个1%多无伤大雅 看对的时候像凤凰 也是先卖后买 一口气赚回3块半以上价差 百万额度做10张 一天就是加薪个3万5回来了 对不对 即加先买后卖 6到10块价差 百万额度做个5张 一天至少也加薪3万以上 大同那天也是先卖后买 卖在47.7 46.5以下买回 至少1块2价差 百万额度做22张 也是加薪个2万多又赚起来了 前天操作的旗友 也是发现大户洗完盘 进货之下 这个地方5.2以下来做买进 拉高上去57.5目标达证 获利入带 一口气2块3的价差 百万额度很多人做了20张 一天就加薪4万6赚起来了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操作原则 万一看错我们都停损设好 一%多小赔就跑 不要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4G大赚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用我们所说的 当天禁除 严格控制风险之下 由纪律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而稳定的迹效 今年以来 我们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累计报酬率在赢亏箱底 赚的扣掉赔的时候 已经稳扎稳打超过了5成以上 很多人百万额度操作 今年已经帮自己加薪50几万了 继续努力之中 那现在不管是小资组 想要稳扎稳打 利用当冲严控风险 创造稳定的获利 还是大资金想做波段 掌握像台达电 像雅力 这样不只有波段 创新高实力的股票 记得想跟着县荣老师操作 不要再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